我自私,你开什么玩笑,像我这样优秀的男人,你打着灯笼都找不到,能嫁给我也是你的荣幸。 莉莉,我们两个终于领证成为合法夫妻了,以后你就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好好享福吧。 阿坤哥,以后只要你能对我和我儿子好,那我也就知足了。 莉莉和阿坤都是二婚,既然介绍相亲认识的一个月时间,就匆忙你了结婚账。 咱们两个去吃晚面庆祝一下吧,顺便我也有些事情,想要跟你说一下。 于是,阿坤便带着莉莉去了路边的面馆吃面。 来到面馆后,给莉莉点了份青汤面,自己却点了份羊肉面,还要了一瓶啤酒。 阿坤哥,我给你说过的,我不喜欢吃青汤面,我喜欢吃牛肉面。 莉莉啊,咱们两个以后就是夫妻了,要学会精打细算的过日子。 这青汤面,你就将就着吃一顿吧,等我发工资了再请你吃好吃的。 好吧,那你少喝点酒。 我这不是高兴吗? 咱们两个如今都是二婚,我觉得有些事还是需要再谈一谈,达成共识。 这样以后,就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架,我就先说下我这边的要求,一共是有三个的。 你说吧,只要不过分,我都会同意的。 这第一个嘛,以后你和你儿子搬到我家住的时候,你儿子就只能住在我那间小书房里了,今天回去你就去收拾一下,因为我儿子爱干净。 哪怕他是一周回家里住一次,我也是要给他留房间的,所以只能委屈你儿子了。 这个没问题,只要给我儿子一个住的地方就行了,他不挑的,而且周末他还要回他爸爸那里,正好可以和你儿子错开。 那就好,这第二个要求,我儿子周末会来跟我住,你周末这两天最好是搬出去,我会跟我儿子介绍你是我请过来的保姆。 你说什么,我没有听错吧,我现在可是你的合法妻子,你有没有尊重我,还有,我为什么要搬出去住,以后你的家就是我的家。 莉莉,你就体谅一下我吧,咱们两个都是做父母的人了,都希望离婚后对孩子的影响能降到最低,我儿子要是知道我再婚了,他肯定会很伤心,我总不能现在就跟我儿子说,我给他找了个后妈。 我儿子的心思是很敏感的,受不起伤害。 那我呢,我算什么,你就不怕我伤心难过啊,我现在再怎么样,你是你的合法妻子了,就那么见不得人吗? 为了我,你就先委屈下吧,好不好。 你不是还有第三个要求吗,一起说了吧。 你也知道我是在大公司上班的,我的工资比一般人都要多得多,有九千一个月呢,可是我的开支却很大,以后恐怕给不了你很多生活费。 虽然现在我和我前妻已经离婚了,但他一个人带着我儿子,日子也不好过。 所以我每个月都要给他五千的生活费,因为我是在大公司上班的,每个月的人情往来,跑业务还有个人开支大概在三千左右。 毕竟我是个男人,还要开车,加油,抽烟,平常再喝个小酒,最后能交给你的只有八百了,因为我每个月还要给我妈二百的零花钱。 我和我前妻离婚的这些时间,家里的家务活都是我妈一个人做的,我心里也是很过意不去,不过现在好了,你来了,我和我妈的日子就好过了。 这以后,你就在家好好照顾我妈,家里的家务也都交给你了,你要把我和我妈的饮食起居照顾好,我对你也就这么几个小小的要求。 以后你就是我家的女主人了,你放心,你的后半辈子我来养,家里的水电费我来出,包吃包住,遮风挡雨,生活费就用我给你的八百块钱,你就放心吧。 以后你在我家啥也不用愁,只要把我和我妈照顾好就足够了,这在家煮饭做家务可是很轻松的,我对你的要求也不高。 当然我也会偶尔给你买顿夜宵,麻辣烫或者麦当劳解馋,吃香的和辣的不在话下。 每个月八百块钱的生活费能做什么,又要买菜做饭给你和你妈吃,还要负责日常生活开销,现在的钱可是很不经用的。 饭菜方面你可以省一点,别买太贵的,我又不挑食,家庭困难我现在也没办法,毕竟我还要给我儿子抚养费呢。 目前只能是给你每个月八百块的生活费了。 那你说,你儿子来了,我和我儿子就要走,我儿子还可以去他爸爸那里,那我呢,我周末的时候住哪里? 你可以先去你娘家住啊,以后每次周末的时候你在家里做好饭,然后你就可以回你娘家看你父母了,一举两得,两边都不耽误。 那我可真是要谢谢你了,我是你的合法妻子,却要偷偷摸摸的给你生活,这算怎么回事啊,一次两次倒也算了,长久这样的话我爸妈也是会有意见的。 再说了,我儿子如果周末没有去他爸家,那也不能待在你家是吗? 我儿子在家的时候,你们母子俩最好都出去,要是回你娘家不方便的话,你们可以出去住旅馆,住旅馆的费用我给你。 就那种二三十块钱一天的小旅馆住两天还是挺划算的,凡事都是有办法解决这都不是事。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孩子着想,你要理解我的良苦用心。 你儿子是儿子,那我儿子就不是了吗?你这么做让我儿子怎么想,他凭什么要受你家的委屈?难道我嫁给了你,就要亏大我儿子了吗? 我真不知道这嫁人了还有什么意义,你这样做是够过分的。 你儿子比我儿子小两岁,我儿子是做大哥的,凡是仙剑的大哥有什么不对啊?而且咱们都是一家人,一家人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,我也是拿你儿子当做亲生儿子看待的。 这以后啊,我儿子那些穿不上的衣服,你儿子就可以接着穿,还省得再去买衣服了,我儿子的那些衣服可都是大牌,你儿子穿着也不亏。 哪怕是再好,我儿子也不会去穿别人的旧衣服,外面的再差,那也是新衣服,我还真不稀罕你儿子退下来的那些旧衣服。 你想要给你儿子买新衣服穿,那你就去买啊,我不是每个月给你八百块的生活费吗?只要你平时省着点,急一急总会有多余的。 你每个月就给我八百块钱的生活费,这八百块钱要承担一家人的吃喝,来你告诉我,这该怎么省,能省出多少钱? 那你可以去外面的地摊上,给你儿子买几件衣服换着穿啊,也花不了几个钱的。 合着我儿子只配穿那些地摊货,你对你儿子倒是大方,给你儿子买品牌货,你还真是个十足的后把,这嘴脸,这都懒得这。 我这不也是有心无力吗?我要有多余的钱,肯定会给你儿子买大牌子的衣服,可我的工资都是有规划的,没什么多余的可以给你用。 你在家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去做做兼职什么的,哪怕是每个月赚千八百的,我也很高兴,这多出来的钱你还可以用来补贴家用,还可以给你儿子买新衣服穿。 连一件像样的衣服你都不愿意给我儿子买,那我儿子以后读书、学习以及生活上的一切开销,一夜都不会承担的,我说的对吗? 那倒未必,只是我现在不是还没那个能力吗?等我以后涨工资了再说吧。 你既然这么重视你儿子,那你干嘛还要和你前妻离婚?都离婚了,你还要每个月给他五千的生活费,你是咋想的? 我看你们就该复婚,你何必来祸害我? 我给他的那些钱是让我儿子用的,哪怕是离婚了,那也是我儿子啊。 我和他妈妈离婚是因为实在过不下去了,他妈妈的脾气不好,总是爱管我,又喜欢和我妈吵架,我只是想要个安静的生活,你比我前妻听话,所以我才选择了你。 你真当我是个软世子啊,哪怕我的脾气再好,我也不可能接受你这些无理的要求。 莉莉,我都说了以后我来养你,又不用你出去工作,你只要在家好好照顾我和我妈就行了,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,我让你在我家白吃白喝白住,这难道对你还不够好吗? 白吃白住,这真是好笑,你以为女人做家务当家庭主妇很简单轻松吗?那你怎么还会心疼你妈当活? 你一心一意为你儿子着想,我也一样,我儿子比我的命都重要,而你的这些要求已经是损害了我儿子的利益,我怎么还能忍受跟你这种人继续过日子,我觉得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,肯定会影响我儿子以后的三观发展,我可不想让我儿子变成一个跟你一样自私的人。 我自私?你开什么玩笑,像我这样优秀的男人,你打着灯笼都找不到,能嫁给我也是你的荣幸,再说了,我们两个已经领了结婚证,你以后也只能是跟我好好过日子了,我妈把我养这么大,我就不该再让她为我的事操心了,我现在再娶老婆也是为了让她孝顺我妈,让我妈以后可以多享清福,我这是孝顺,可不是自私。 我还真是眼瞎了两次,竟然又一次看上了你们这样的人,原本我这辈子就想守着我儿子好好过日子,不想再婚了,可是做女人实在是太难,明明是我前夫对不起的我,而我离婚就是我的不对,离了婚不再找,又是我的不对,我看我妈因为我的事整日抑郁寡欢,没有办法之下,我才同意相亲的,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再婚的人,居然是你这样的,咱们两个没有领挣钱,你人母狗样,做事大放体贴,你怎么这么会装啊,都怪我太草率了。 莉莉,我是真心喜欢你的,而且咱们结婚证都已经领了,你就听我的话按照我说的来,你跟着我这样的人过日子不会差的,这要是你跟我离婚了,那你可就是三婚的人了,你觉得你还能找到像我这样优秀的男人吗?我只是识在了点,把丑话说在了前头而已,我多么务实的一个人,对你也就提了三点要求,其他的也没了呀。 谁能跟你这样的人过下去,每个月就给八百块钱的生活费,你这是在打发叫花似的吗?我有手有脚,自己哪怕是挣得再少,也比你给得多。 我找老公,只是想找个老实本分,知冷知热疼老婆的人,可是你这三点要求彻底颠覆了我的三观,让我觉得我比谁都不如。 我看你这不是在找老婆,你只是想要找个免费的保姆而已,我们两个到此结束了,赶紧去把离婚证给办了,正好咱们刚从民政局出来,也不远。 我不离,咱们俩这才刚领的结婚证,有事好商量,你要是哪里有意见,咱们可以再谈谈的呀。 我觉得,就你这样的人,要是真的为了你儿子好,这辈子还是打光棍吧。 朋友们,故事看到了这里,你觉得这样的婚姻还有必要继续吗? 还有商量的余地吗? 你说这个粒粒该如何是好? 欢迎留言说说你的看法。